除了这样子的方式呈现以外 其实我也可以进一步的针对地区来去做分析 所以针对这张枢纽分析表 假设我们先关掉 然后刚刚已经开过了年更月 那可不可以再把分析底下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里面的地区 地区把它叫出来 好确定 所以又多了一个叫做地区的一个控制 好所以你去看一下 针对整体而言的话 针对整体而言的话 这边这是针对产品 对不起 我这边要稍微做调整 刚刚这个地区我要先关掉 这张就只能讲到这个地方 它叫做各产品的获利分析 就只能介绍到这边 好那你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同期比较这边重点是在2020年的那个9月10月11月 这是你一定要报导出来让老板知道 那各类产品那一定要报导的是在2020年的9月 9月9月是技术类里面 可是2020年9月应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输价突然增加 这个只是重点 就是本来本来它都维持在就是这个家具都是维持在第几名 第2名 好可是到了2020年的9月9月9月家具跑到第1名 你看刚我点到8月8月你看家具家具第三名 7月家具第二名可是9月家具冲到第1名去了 而且而且而且你去看哦在家具里面哦 家具里面什么最高好输价输价 好稍微注意一下我们所有的排序 好那他只能针对那个类别组类别来去做排序 所以在这边书价书价它的一个获利增加是很重要的关键 那10月份呢 10月份又回来是技术了 那技术里面的谁的获利增加最重要 好答案是这个复制器 还有电话复制器跟电话 那11月获利增加办公用品 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冲到第1名 办公用品没有好还是技术类 技术类里面电话冲到第1名去了 第2名是复制器 好我我只是要特别强调讲这件事 谢谢大家